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在金曲奖再度入围 更是一举拿下歌后宝座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朱海军 台语歌手朱海军与大14岁老公NoNo在2013年步入礼堂 婚后育有一女 能欧妹 一家三口和乐融融 幸福家庭令人称现 朱海军在《女人我最大爆料》 和NoNo交往期间 竟发现对方家中 还保留许多前任女友的物品 一气之下 他跑去买樱桃回来怒吃泄愤 但后来又看到越来越多前女友的东西 才忍不住醋意质问对方 而NoNo则牵着她的手解释 宝贝 你看到的那些东西 我已经忘记是不存在的了 所以我压根也不会想到说那些信还留着 最后NoNo也赶紧删掉这些E-mail 并处理所有相关物品 以平息朱海军心中的疑虑 朱海军与柯友伦 萧锦红一同参与台语音乐节目 《上泡台湾歌》录制《上泡电影趴》单元 身兼演员及歌手身份的三人 一同分享拍戏趣事 以及演唱多首广为流传的经典主题曲 演唱多部热门八档主题曲的朱海军 深情的唱腔搭配戏剧画面 让大众更能记住他的歌声 其中望路的春花歌曲 更深受大学生的喜爱 一度在Card成为热门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不曾演过八点档的朱海军 却曾参与演出过《蓝灵王》 对此 朱海军兴奋表示 和林依晨有对手戏 并大大称赞林依晨的亲切和耐心指导 更透露林依晨送自己两本戏剧教材书 当时林依晨并说道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合作 若我不在你身边时 你可以看这两本书从中学习 亲切感十足 让朱海军相当感动 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隆重登场 二度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朱海军 终于打败大前辈潘月云 王瑞霞成功奉后 朱海军在花开的时的作品中 评审给予声线独特又有个人特色 专辑贴近主流台语市场 歌手和音乐的结合度强评论 让其抱回了金曲31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作 朱海军2020年首获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后 演艺事业翻红 代言与活动不断 他也经营起自己的健康保养品牌 同时家庭美满的他还要照顾丈夫 Nono与七岁的女儿Nom妹 因此在做直播时 母女也会入境互动 朱海军在自己社群直播 分享自己的保养方式 原来看似皮肤紧致 嗓门红亮的他 其实之前常觉得累 情绪差 皮肤不好上妆 担心因工作关系 出老提早报道 于是朱海军便开始研究这方面保养方法 开始挑选保健品 经过多方比较后 也选择尝试一款健康美容产品 后来更因自然大方形象 而被厂商相中 开启了合作的机缘 朱海军脸书直播中分享此产品时 更拉了女儿Nom妹一起入境 两人在镜头前一搭一场 不但一起宣传品牌商品 还合唱了新专辑的主打歌 意外展现了Nom妹的演艺天分与叫卖功力 让粉丝们只喊可以帮Nom哥卖鸡排了 不愧是鸡排大王的女儿 除了逗趣的桥段外 母女俩也充满许多感性的互动 Nom妹突然秀给妈妈一个画在手心的爱心 暖心地对妈妈喊 我爱你 一秒让朱海军落泪 因工作繁忙而无法陪伴家人的她 感谢女儿如此体谅 最后她哽咽表示 家人的爱加上美容产品的保养 就是保持青春美丽的最佳良方 她也鼓励所有人 出老不可怕 只要保持心态年轻 找到正确保养方式 就不必担心岁月在身上留下痕迹 屏东市千禧公园举办的 2022屏东跨年黑歌之夜 邀来坚强卡斯 并由NoNo和Fifi担任主持人 朱海军担任演出嘉宾 她不忘宣传新专辑正确的答案 老公NoNo在旁不断大赞很好听 她也提到这张不同风格的新作 是要送给老公的 夫妻俩公开放闪嗨翻全场 朱海军一连带来 不是不爱 感谢无情人 新歌正确的答案等 还大放送海报 抱枕等礼物 让现场观众有好歌听 又有礼物拿 她还特别摆pose 让观众拍照 歌迷也给予热情回应 不断在台下放声告白 让朱海军直呼 老公怎么办 好多人说爱我 宝岛侏罗记节目开播 在网络举办直播记者会 邀请金曲歌王荒山亮 王洪恩 金马奖配乐柯志豪 一起说说唱唱 成为韩金亮报表的直播记者会 大家一字排开都背着吉他 聊着聊着突然就播弦 奖唱起来 充满音乐性和人文日常 一装一斜 令人如沐春风 罗文玉也在宝岛侏罗记节目中发挥主持常才 让人惊叹他不只是会做音乐 原来口才还这么溜 朱海军也表示和他合作相当愉快 两人继上月的客家小炒音乐节 返乡为美农一同演出 很快的合体开节目 再续前缘 金曲歌后 朱海军希望宝岛侏罗记带给大家愉快在地内容 大家追起来 冲一波吧 金曲客语歌王 最佳客语专辑 得主罗文玉 深爱台湾这片土地 除策展客家小炒音乐节 野孩子音乐节 更斜杠制作网络节目 请到同乡朱海军共同主持保岛侏罗记 节目主旨想探寻台湾生命力 给予到创作人的养分 造就在地乐坛生生不息的音乐作品 第三十三届金曲奖颁奖典礼 在高雄巨蛋登场 金曲奖入围名单记者会在台北举行 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的有朱海军 黄飞 赖慧如 江慧怡 张涵雅 朱海军担任公布入围的接奖人 亲自看见入围名单有自己的名字 感到很新奇 她笑说 以往都是录像中得知自己入围的消息 这一次第一次担任接奖嘉宾 从自己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 难以形容带紧张感 也很开心能够再度入围金曲 黄飞之前擦肩台语歌后宝座 如今再度卷土重来 以专达无双扣关本届台语歌后 引人注意的是 这次是她第十度入围 更曾夺下二座歌后宝座 得知入围消息 黄飞表示 很开心 金曲33在自己的家乡高雄 举办别具异议 对得奖就是保持着平常心 其他入围者的专辑 我也很喜欢 她更喊话 希望有机会在家乡 再拿做金曲奖回家 朱海君分享与老公 nono在热恋期所发生的糗事 为讲求减肥快速有效的她 听信朋友建议喝了当时盛行的瘦身茶 没想到在约会过程中竟然使在滚 要解决时甚至没带卫生纸 更害nono的车被拖走 成为史上最尴尬约会 不过朱海君也分享有效减肥妙招 就是利用燃脂精油推拿及伸展放松 针对赛注的经络可增加代谢 11点热炒店主持人沈玉琳现场体验后 直呼有够舒服 并开玩笑表示推拿专业程度到 怪不得可以得金曲奖 让朱海君听了哭笑不得 辽集金曲红毯战俘 朱海君透露服装是由老公nono选定 并神秘表示 他的选择让我有点吓到 原本还以为会是从头包到脚 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 留到典礼当天再给大家惊喜 台语歌后 朱海君除担任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的接奖嘉宾 又录制入围影片配音 整个过程根本就是水深火热 紧张到要濒临崩溃了 恰巧这次要替自己入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讲配音 被问到是否有特别用力之处 他自信说已经有担任接奖嘉宾时表情管理的经验 这次声音控管 我想内心的小澎湃应该是没有被发现吧 给自己的表现打85分 首次参与入围配音的罗文玉 收到邀约时则嗨喊 主办单位真的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知道我很像配音 二度夺下最佳课语歌手奖的他 2022年则为该奖项献声 笑说很像别人在吃米粉 我在喊烫 另外曾以boxing团员身份 荣获第26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原住民歌手葛西瓦 接到配音邀约的当下 内心感到怀疑我中文这么不标准真的可以吗 更直呼英文发音真的太难 会不小心卡住或变成山地枪 过程有如在上正音般 第三十三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典礼转播主视觉 也在今日同步释出 视觉团队再度找来mixcode混合编码操刀 以金曲33视觉主轴热加以延伸 主题定为热力质变 以显现音乐能量为企图 透过热成像手法捕捉音乐所散发的能量波长 将原本存在但不可见的红外线 化为流动且具渲染力的可视光 并将33以波形呈现 期待透过不断行变 无法被单一定义的金曲33 带领热爱音乐的人们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音乐样貌 朱海军和老公nono甜蜜共踏红毯 朱海军这次身穿拜堂黑色礼服 搭配伯爵珠宝现身 美艳全场 据了解 朱海军身上佩戴伯爵全系列珠宝 包括Rose系列18K玫瑰金宫廷式雕刻 试纹耳环与戒指 Sunlight系列18K玫瑰金钻石项链 18K玫瑰金钻石腕表 总价值高达288万元 很适来适汹汹 事实上 这次金曲台语歌后 朱海军带着第十二章专辑 《正确的答案》入围金曲奖 更是他第四次角逐台语歌后的宝座 朱海军的歌路温柔又带有现代感 还曾以《等天光》 花开的时 即梦见苏西三度问鼎台语歌后 并在2020年第31届金曲奖 夺下这项殊荣 当时他在台上还激动地表示 我没想过会站在这舞台领这个奖 如今再以专辑正确的答案 温柔声线将想诉说 爱人满满依恋的歌曲 全是得极其到位 也让不少歌迷期待他能够报奖而归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